看好台湾餐饮市场 日本最大居酒屋连锁集团第一加分店 在10日正式进军台湾 锁定求新爱变的年轻族群 在西门町开幕集团的第2000加分店 还定下两年内在台开设50家店的目标 预计带来2000名的就业机会 那你就等了 不好意思 这是你的锅 为顾客上菜 仔细解说实用方法 日本知名居酒屋连锁店 首度在台开分店 将第2000号分店 开在五年轻族群居多的新门町 从菜单 装潢到服务 业者要打造正统的日本居酒屋文化 抢攻台湾消费者的心 觉得说台湾日式料理是 久了之后就逐渐台湾口味了 会觉得好像有点遗憾 那如果说有正统的日式料理 当然会想试看看 台湾是新日化的原因 当社的持有日本的表情 和日本食物的最有效的地域 生鱼片 受洗烧 除了道地的日本料理 也为台湾消费者准备超过百款的饮料 业者喊出在台湾增设 50家分店为目标 将带来2000名工作的就业机会 面对越来越多的日本餐厅 进驻新门町 当地老字号的日本餐厅业者 感受如何 吃习惯再吃那个可能也吃不来 我们走的是比较台式的日本料理 比较平价位 这个在景气跟不景气的时候 都能符合消费者的要求 流失的话应该是就是说 我们需要去修正的地方 不管是正统日式料理 还是改良成台式风味 都会有自己的支持者 不过谁才是消费者的最爱 还是得经过时间的考验了 新台人台电视 两日志超 李津津津 台湾特别报道